大家好,我是Dai 今天想跟大家影评一部香港三级片叫做《五男情味聊》 94年作品由任达华,叶玉清,方中信,关之林主演 故事讲述一名富家女,关之林刚刚从英国念完书 一回到公司就买完所有股份,做上主席 方中信好不满自己的主席位置被关之林抢了 所以他就找了清姐和任达华帮忙 希望他们能够用美男记来骗回那些股份 经过一番追求,任达华终于把关之林给搞定了,而且还喜欢上了他 虽然关之林知道任达华是方中信派来的,但是他最后还是原谅了他 说到经典,一定要讲的就是任达华和关之林的寄情戏啦 在这套戏里,关之林是名雷斯边,只喜欢女人 当他失恋的时候,任达华趁虚而入 任达华强吻他,从家里的门吻到床上 关之林被任达华搞一搞,他变直了 还被搞得很淫荡,自在享受 也难怪关之林会那么容易的被纠正 毕竟华哥可是在90年代电影界里当红的御用武男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呀 好了,今天的影评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